先交給林士漢 那就幫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好幾條線 到底要解哪條線 也不用耶啦 其實那個東西第一次讓大家比較 不管第一次讓大家比較清楚看到的是 答錯了 這是我後來拍的 前一陣子的時候我也忘 不知道是哪一個Facebook的聯友上傳了這個東西 請問先弄這個危險的裝置要先撿黑線 灰線還是紅線呢 不管啦 因為那個因為當初 這個東西在弄的時候是 Avin他給了我他自己的那個Raspberry Pi 然後我自己我自己無聊 自己隨便摸一摸就把這個東西 就已經架起來了 那個時候 我只有買 你現在看到這上面 上面我自己額外在買 就只有那個網路網路線跟USB 還有那個記憶卡而已 其他都是Avin 或是WL贊助的 還有那個天線 因為我後來弄壞掉了 所以我後來再去買了一個比較 簡單的一點天線 那個時候因為 本來是想要想賣殼 但是 離我們這邊最近最近可以買到拍的東西的 正好沒有這個型號 所以就 掉在那邊掉了好幾天 所以就被 這誰我也不曉得是誰 反正就是被Share說 說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處置 就是這樣子 Anyway 好講這麼講這麼多其實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拿來接收 有我們現在會在頭上 頭上 就這一大段距離距離的那個飛機 他所發出來的那個訊號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 現在看到這一步這個話 當然不可能只有我們這一支 因為這一次的天線還在還在裡面 我們現在還沒有把那個 天線拉到拉到外面 所以收到的訊號有限 可是以台北市來講 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 有不少玩家有去架類似 這樣子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說你現在看到這邊 這邊好幾個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些 這些玩家 查人的接收器 所接收出來的訊號 因為以現在 ICAL 就是那個 ICAL他們的規定的話是 你所有 至少是新 好像是 大概2000年後 出來的 那個出廠的那種 航空器基本上 都要裝 都要裝所謂的 transponder 也就是 也就是所謂的發訊器 他發出來的訊號的話 雖然說他那個是是有 加密過 但是他要解密的話 其實不會說太難 而 後來有人發 有人發現到那個 以台湾來講的話 是數位那個數位電視的 那個接收 接收器有一款晶片 他可以 他可以去解這一方面的訊號 所以國外 國外有有些玩 有玩家去 對那個 就是用那個晶片去做 做他的decoder 就是把他裡面的訊號 的內容 所以做那個解 解液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看看到的話 就是他那個長跡裡面發出來 發出來需要 例如說他現在的高度 對地速度 甚至還有他的那個 腳 他現在的那個角度 位置 這些的這些的東西這樣子 基本上像這種 這 這 像我們這 這一次我做 我架起來這個東西 像這樣子的成本來講的話 其實算是很便宜的 因為 你現在看到 他這邊這個 app開頭的這個 app dash 開頭的話 他們是用 這一家 就是他這個所謂 Fryreda 20他們提供 提供的那個 他們公司有做那個 接收器出來 而這個接收器的話 要免費拿的話是可以 但是 正常來講的話 他們網站上面賣的價錢 將近700 歐元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 如果說你真的要去買的話 他他這個有有有有有有多貴 不過 如果說你有去通過他們的省額 的話是可以免費拿這個東西的了 所以基本上 所以基本上像 我們現在看到 就我這邊所知道的 這個資料了 原本在那個 松山機場這邊的話 他是看不到 很多那個在地面上的 航機的話 基本上原本是看不到的 直到 這個這個 radar f-rtss2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radar擁有者 他把他把這個架起來之後 才才開始有的 啊這個 這一個擁有者 他正好有 有去開他這個的 這個的箱 就是我剛跟你講說 那個 剛剛跟各位講說 啊這個要去 將七八百歐元 這個這個這個東西 對這個東西所以 我找一下他這邊 他有個地方有寫 他寫那個價錢我找一下 不好意思 有了售價 七百零 七百零八點五歐元 但是如果有幫忙 駕車天線或是 或是有通過省的話 他可以他可以不用 他可以免費取得這個東西 可是 對他這個有他這個的話他 除了嗎 除了他有接收的天線以外 他還他還有提供GPS的那個 定位定位校證這樣子 不過我剛才有說 有說他雖然說是可以免費取得的 可是我有去 Bright Radar他們的那個網站上面看 如果說你發你接收到的訊號 如果說不如他們一群 因為他這個的有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是 他希望你這你這支 這這個接收他能收到全項 也就是三百六 你價值範圍裡面 三百六十度裡面都收得到 可是如果你的你的訊號太差的話 他們是有權利把把把你的東西要 要求你還回去的 這個這個東西 所以 當然我們如果說以後 以後真的有有機會 我還是可以去跟他們request看看 但是現在這個現在的話就先 還是先先找些便宜的 Solution來玩這樣子 anyway我現在給各位看著他這個這個畫面 就是現在現在這支這支這支RES 這支RES拍他裡面 裡面我那個時候去裝Debian之後 然後再去裝裝他的套件 這裝這個套件他裡面他裡面的那個狀態 現在的情況他現在他之前在我剛才有 因為我剛才有把它重開過 所以他這邊的話 下指令的話是可以去看他做他有沒有連連接上去 或者是他收收到了幾個訊號 甚至 當然他以他有在開機之後 他有接收到幾台飛機的訊號他也有 還是有說還是有收到 不過因為我們的 我們現在的天線是在裡面 所以說去收到的訊號很小 很小很少而且距離很距離很很短 而至於如果說是要看他 你會收的範圍有多少的話 這個Local段的話我這邊是看不到的 而是要去他們的網站上面 等一下我稍微reload了一下 因為 對這個是這個的話是在你第一次Sign up的時候 他要填自己的Email 然後他會給你一組Key 然後之後的話就是你要再重設的話 就是要拿這組Key去做重新 就是要reconfiguration的時候 就是要拿那組Key去做設定這樣子 你要找什麼 不知道說不一定不一定收得到 那這邊的話他有他有的資資料 除了你開機的時間多多久 多久以外像今天下午今天下午 因為這個這個地方的網路有斷線過 所以說 我看到各位這邊有兩個 他這一塊這邊中間這個斷的事物 因為我剛剛有重開重開過這個 重新把那個他的那個程式停掉 又再把它打開的 所以他還是會斷斷一下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然後在下面的看到看到部分 就是他他有收到收到 那個航機的他的大概大致的方方位的那個訊息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這個天線如果接 掛上去去的話 基本上收到的範圍可以很大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在裡面 所以說說收的距離說很短很短 這樣子 你都只能只能收到一點片片段的訊號 對然後再來剩下圖表就是你在 你就是這一段剩下是你搜的多遠啊 或者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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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 你收你收你收了多少訊號 他會他會報了多少訊號這樣子 至於在FlagRadar上面看到的就是 就是他各個就是他各個地世界各地 所有的那個傳送就是他的接收器 接收之後傳上去Apple24網上 他們他們總結合的那個結果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的我們現在的天線還在裡面 所以說我們應該是沒有什麼獨特獨特性 尤其是台北市的部分就是 就我知道好像FRDSS好像已經到6了 白色就是連接嗎 呃不是他白色我記得好像是他的那個是 好像好像是航機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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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標之類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我就就我所我所知道的話 那好像是類似類似的非常非常 雷老某一些某些訊號訊號的那個 他們會需要用用用到的 這部分因為這部分我航空這邊的話 我就沒有研究太多 所以我沒有去問這一塊 那現在這一隻的這一隻目前我們 我現在碰到的問題其實主要還是 還是我們要找個我們要想辦法把這個 線線線拉到這邊的頂樓上面去 基本上目前目前最大最大的問題是在 是在這個地方了 看一下還有什麼 所以有人要一起來施工嗎 我們要來生一條線然後把它拉到裡面 然後把田鐵圖放進去 電源其實還好 因為 因為我們的所有吃電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是在裡面 我們我們只拉一條線上去 對 然後要走要從旁邊這邊走下來 對 就是從底樓然後把線從旁邊這邊垂下來 然後沿著那個招牌有這種網路線走的地方 然後從這個從這邊進來 對 基本上 基本上他這種接收器然後接收下來 然後再發出去的這種的網站 其實除了 除了 FlyRadar24我們簡稱叫FlyRadar24這個網站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網站 另外一個網站這也是我今天有去找 找一下這就是這家叫做FlyRadar24的網站 我有大概大概簡單的稍微看 簡單的去看了一下 這一個服務的話 他不太是以地圖為Base去看的 而是以 航班或者是以機場圍圍圍圍圍圍圍圖去看 大型航空像國內的話可能就華航復興 復興或是長榮他們的話 他們是有所謂的聯合管制中攻擊 他們基本上的話都是 要嘛就是用衛星自己去請那個衛星 申請那個衛星通訊 以及一些相關的一些通訊的訊息系統 來做跟全世界他們公司的航機做通訊 不論是文字或者是語音上面 而這種服務的話基本上 也是用錢堆出來的 所以有些小航空公司他們不但不起 他們就會去買這家的服務這樣子 這家服務這家的話他們也有提供 提供軟體你可以把那個 就是這種接觸器接觸下來之後 然後再上傳上去 不過這部分的話我還沒有做相關的研究 我想基本上我 基本上這是我目前玩這個東西 我玩到一些 算是一點小成果了 就這樣